这个男孩只要是接触到水 不论什么伤口都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愈合 他还拥有强大的肺活量 一口气就能在水里憋好几个小时 甚至他还拥有掌控水流的能力 小手轻轻一挥就能瞬间掀起百米高的惊涛骇浪 因为他是海神波赛东和一位凡间女性的私生子 为了安全着想 母亲从小到大都没有跟别人提起过他的身世 这天他只是跟随老师来到博物馆参观雕像 没想到却因此改变了一生 就在老师们一脸认真的讲解雕像时 一名女老师突然急不可耐地将薄熙带到了一个没人的房间 薄熙还以为老师一定是为他准备了惊喜 怎料他刚一转过头来老师就突然消失 直接跑到了十米高的架子上 就当薄熙对此疑惑不解之时 老师直接化身复仇女神静止朝他冲了过来 嘴里还不停地说着让他交出雷霆杖 好在关键时刻馆长及时赶来将他吓走 这件事情让薄熙意识到了危机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说的雷霆杖到底是什么东西 原来不久前天神宙斯的雷霆杖丢了 一些牛鬼蛇神都以为是海神的私生子薄熙偷走的 所以来到了房间抢搏神器 母亲得知薄熙的遭遇后也不再选择隐瞒 直接对薄熙说出了他的身世 并赶紧带着他前往了半神学院 因为只有在半神学院薄熙才最安全 怎料就在路上一只牛头怪突然盯上了他们 好在薄熙最终利用智慧将其送去西北 但遗憾的是母亲却因牛头怪的出现化为了灰烬 薄熙也因体力不知晕倒在地 幸幸的是等到薄熙一觉醒来 他平安地出现在了半神学院里 这个男孩正在跟漂亮女孩鄙视刀法 殊不知女孩的身份却是战争女神雅典娜的女儿 仅仅几个回合 薄熙就被女孩打得遍体鳞伤 好在薄熙及时将双手放进了水里 让伤口迅速治愈获得了无穷的力量 三下午除二就反败为胜将女孩打败 意识到薄熙的能力后众人也不敢再招惹他 因为薄熙的身份也不一般 他正是海神波赛东的儿子 就当半神学院为迎接薄熙的到来再歌再舞之时 地上的篝火瞬间翻滚起来 紧接着一个来自冥界的地狱恶魔就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告诉薄熙他的母亲还没死 只要他拿着雷霆杖去冥界 就能从地狱里将他母亲救回来 听到母亲还有就薄熙立即下定决心去营救母亲 但进入冥界前必须要找到三颗珍贵的珍珠 为了尽快地找到这三颗珍珠 他和小伙伴踏上了寻找珍珠的道路 很快薄熙就在同伴小黑的指引下 来到了一处荒废多年的雕塑店 可他们刚来到这里一位老夫人就拉着他们离开 因为这里正是蛇妖美杜莎的地盘 只要眼睛和他对视一眼 就会瞬间石化变成一个栩栩如生的雕塑 老夫人只是不小心看了他一眼 最终还是没能补过一劫 尽管美杜莎的大招非常厉害 但最终他的结局都是一样 还是瞬间被薄熙一刀取下手机 就这样薄熙顺利拿到了人世间的第一颗珍珠 随后几人又来到了一处博物馆 将雅典那女神雕塑上的珍珠拆了下来 可就当他们准备离开时 几名保安就瞬间拦在了他们前方 下一秒他们的身体就迅速融为一体 变身成了一只可怕的九头蛇 对着他们就是一顿炙热的红烤 眼看着九头蛇的实力不容小觑 薄熙直接拎起美杜莎的手机对准了九头蛇 下一秒九头蛇就瞬间石化变成了一只雕塑 因此几人顺利拿到了第二颗珍珠 为了尽快地营救母亲 小黑又赶紧驱车带着两人来到了拉斯维加斯 很显然这最后一颗珍珠就在这个位置 好在经过一番仔细寻找后 薄熙顺利发现了最后一颗珍珠 抓起珍珠就迅速地逃离了现场 幸幸的是由于小黑车技惊人 最终他成功地摆脱了警方追捕 随后他们又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山顶 毫无疑问 这里就是通往地狱的地狱之门 紧接着他们就买通地狱使者 坐上了通往地狱的幽冥船 只要坐着这艘幽冥船一直往前走 就能顺利地抵达冥界的地狱 但这艘船也不是随便坐的 只有买通地狱使者才行 不然的话就会在滚烫的岩浆中享受炼狱之苦 在地狱使者的带领下 几人顺利地抵达了冥界 很快冥王就迎接起了几人的到来 看着冥王是一个长毛小伙 小黑始终不相信他是冥王 下一秒冥王就瞬间化身成了 一只可怕的地狱恶魔 吓得小黑急忙道歉 才没有无主悲剧发生 随后冥王希望波西能交出雷霆杖出来 只要交出雷霆杖 他就将他的母亲放出来 可波西并不知道他所说的雷霆杖是什么 气得冥王直接摔碎他母亲的灵魂 将他的母亲放了出来 看着母亲现在平安无事 波西丢下武器就扑了上去 没想到就在这时 冥王突然发现雷霆杖就藏在了他盾牌里 冥王还以为波西几人是在撒谎 殊不知波西是被宙斯的儿子卢克陷害了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借助冥王的实力 从而引发诸神之战 就当冥王洋洋得意地以为 有了雷霆杖就能打败宙斯了时 殊不知冥后却直接抢走了他的雷霆杖 对着冥王就突然发起了致命一击 原来冥后在地狱里过得并不快乐 他早就受够了冥王霸道的性格 因为如果引发诸神之战 天下肯定就会出大乱 随后明后便让几人带着雷霆杖离开这 可就当波西伸出三颗珍珠时 就意味着他们四个人有一个人必须要留在这 最终小黑为了正义选择了留下 随着三颗珍珠被三人一脚踩碎 三人顺利地离开了冥界回到了现实世界 怎料他们刚回到现实世界 宙斯的儿子就瞬间出现在了他们眼前 抢走了波西手里的雷霆杖 有了雷霆杖后的卢克就像是一个恶魔一样 对着地上的高楼大厦就是一顿疯狂攻击 不得不说这雷霆杖的攻击力实在是不容小觑 就当卢克准备用雷霆杖对波西发起致命一击时 波西的体内突然爆发出海神之力 瞬间从身后掀起了惊天骇浪 对着卢克就发起了攻击 紧接着直接变换出一根海神三叉戟 当场送卢克去了西北 故事的最后 波西并没有选择一直拿着雷霆杖 而是将其归还给了天神宙斯 并解释了自己所遭遇的一切 就这样一场诛神之战也在此事画上了一个句号 而事后波西也返回了半神学院 和雅典娜的女儿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正义终将打败邪恶 黑暗终究无所遁形 牛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世界